確實有被調查 那現在也回家了 那之後如果還有需要的話 也會全力配合 呃 因為其實我也有點情緒 所以我還沒有 要打算跟他好好講話 結果他也有關係 對 有關心底部 呃 其實我是被嚇到了 但就是就像昨天的聲明 就也跟大家講了 他確實有被調查 那現在也回家了 那之後如果還有需要的話 也會全力配合 那其他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 就是也沒有辦法再多做回應 對啊 但就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讓大家這樣 啊 勞煩大家 那我跟你聊過說 他的心情是怎麼樣 我 因為其實我也有點情緒 所以我還沒有 要打算跟他好好講話 結果他有傳訊息給我 這樣子 但我 結果他就說 對不起就是 讓我們擔心這樣 但我現在還沒有準備好 要這麼跟他 對 都還是媽媽跟妹妹 因為我們其實也沒有住在一起 對啊 但我覺得先 先讓我們彼此承諾一下 因為我們也還 搞不清楚到底整個事情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也是不小心被捲入其中 對啊 所以就在等看 PT是有缺錢嗎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對 其實我真的相信我都沒有那麼清楚 對啊 然後能做回應的我也做回應了 對啊 那就希望 我昨天聲明好像有說是打工的狀況 就是工作啦 然後不小心被捲入 對啊 那其他的就等待調查吧 你好像在承諾這一塊他也做了蠻久的 也是一個很孝順的 是 他做了蠻多努力的在撤離這件事情 對啊 他從小就是扯淋的 從國小吧 那時候就是爸爸帶他去看一次 然後他就很喜歡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然後後來在小學當教練這樣 對啊 就是 是還蠻單純的啦 對啊 但詳細情形我就 在等看看路 我 因為我其實也是第一次遇 好像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什麼事情 哈哈哈哈 哎呦 人生就是這樣 當然就是 當然該承擔的 該面對的就是還是這樣 就是還是取 對啊 那當然就是全力配合我 其實也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 對啊 身為姊姊 哇 姊姊好難當 媽媽的心情還好嗎 就她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嚇到 哭啊 媽媽我還好 就是我媽可能都比我還堅強吧 哈哈 對 啊 我們家女人會堅強的 哈哈哈哈 最近還有在堅強沒有嗎 蛤 你們最近還有在堅強嗎 沒有沒有 因為我其實在這個 我剛好是當天才回來的 我都在新加坡開始 我這一整個月其實是不在的 對啊